蕭博健教授 现任珠海学院中国文学系教授 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同时担任各大学术机构名誉研究员 以及出任各大博物馆顾问以及专题讲师 研究范围包括地方史 俗普学 方志学 名称史等等 徐振邦 中学教师 出版的香港专系著作有 香港书店巡礼 香港古籍图册 翻箱倒露香港地 集体回忆香港地 捐碰捐纳香港地 串街过巷香港地 行游香港 途解香港历史等等 我们先进入的这间叫书室 前面有写 庚庭书室 庚庭是一个姓邓的人的名字 邓庚庭 即是这间的建筑物 是它的后代起来纪念它的 刚才提过的了 有没有留意这间只得两进的 你知道什么叫两进的 入一层 第二层 一样是三间 你看中间一个 这边一个 这边一个 那你会看到 陈主派的少一点 尤其是他家 邓庚庭的后人 我们当天走了几座书室 包括若虚书室 淑卿书室 近庭书室 和姓軒公家属 每一位族人 都怀着光中耀祖的心愿 但事与愿违 能高中状元的难于登天 反而喜欢邓正轻的故事 由于他母亲双目失明 他便带着他走遍广州 获多个完成诊治 他的母亲 用双手摸遍多间书室 最后指定要见这种规模的书室 有钱 有钱可以 很多装饰都可以 但是尺寸限定了 这里有 那个的我们就见 什么 门神 跟着对 刚才说过有一队的宗门 当人的党中 刚刚他们就见到党住 即是不懂转弯的入不了 大家都懂转弯 所以便进来 但两旁 我们所说的书室 刚才说了 两旁我们有开会 有贵宾来 有讨论 例如我有什么买卖 我们就在这里讨论 要讨论的时间 大家亦都会见的 我们有一些流离 即是玻璃 来到党住 祖先供奉的就是这里 一个小的读书场所 制造的地方 本来这里挺漂亮的 在这个位置都看到 有条鱼的嘴上 上面的天篷 如果下雨的时候 水流了 透过那条鱼的嘴流下来 一旁的好处是 水不会直接流到砖里 就不用那些砖 让水侵蚀 第二流下来的时间 水声也是一种享受的东西 文学上我们有听过 水的声音都是一种 古人享受的一种声音 这是它们的娱乐地带来的 雪起规模 这些书室 有的是三进色 有的是两进色 现在已不能从中看出 兴建者的功名 却只能猜想它是否富有 这个庙的雄姓是什么呢 雄姓是海神 是我们的南海 管理南海的一个王 我们在香港 当然是南方的南海神 所以其实它是天后 谭公 另外一个重要的海神 这里的村民也供奉了 我们的南海神 所以这里有个雄姓庙 虽然这庙就算两进的庙 你说应该都是个天井 为什么平时庙没有天井 因为庙可能会用来上香 如果有香楼 通常会放在这里 如果有香楼放在这里 你会供奉神 如果有个天井 下雨的时候 那些香就会关掉 所以一般来说 很多庙都遮住了天井 这个就保存最传统的庙建筑风格 或者是古建筑模式 保留天井 所以我们在香港 见到有天井的庙 其实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算是比较有特色的